我一定要接一個上來 就是找一個來治治你的 海的那邊是敵人 你開麥 你好 海的那邊是敵人 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那個25歲 廈門人 好 25歲 廈門的暴怒哥 好來 廈門暴怒哥 現在線上的是卡卡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跟他對話 但是我非常期待你跟他對話 你想讓我跟他對話其實也可以 好 那你來跟這位卡卡來對個話 你要說什麼 我主要是想吐槽一下 剛剛他一開始講那個什麼 他講的那個邏輯是什麼 民進黨執政這麼久 然後台海戰爭沒有發生 然後兩岸的經濟變差 所以說台灣人要繼續支持民進黨 你不覺得這個邏輯很奇怪嗎 那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這樣講的話 經濟沒有變差 經濟在持續增長 對不對 台灣的GDP是像在民進黨執政這八年內 然後從將近三萬 人均GDP從將近三萬 然後已經上升到三萬六了吧 亞洲第一了 東亞第一 東亞第一 人均GDP 你說我們經過的就不好 東亞第一 這個GDP的時候 這個等我再說 這個台積電的問題 這個等我再說 好啦這個 抱怒哥抱怒哥不好意思 他的邏輯其實 就是說 他的邏輯應該是說 台灣的內政都被民進黨搞得很好 對他來講 總統嗎 對他來講 對他來講 他的邏輯的基礎是這樣 可能卡卡他家裡 他能比較強 比較容易搶到雞蛋 不過這不重要 重要是先讓我把話講完 就是說他這個邏輯就是說 台海民進黨執政這麼久 在台海沒有發生戰爭 然後台灣的經濟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除了老百姓搶不到雞蛋以外 不過這不重要 所以說台灣人又繼續支持民進黨 那如果你想想按照這個邏輯 繼續往下走的話 我還就可以反過來說 你看國民黨上台 國民黨被那個什麼 被1450說 省事說親中了 那國民黨那個 那之前馬英九執政那麼久 那統一了嗎 好像也沒統一啊 那按你這個邏輯 台灣民眾是不是也要繼續支持國民黨 那按照這個邏輯 繼續往下走的話 那就更離譜的呀 那你想想也不能說離譜了 就是繼續往下走嘛 那親西方的媒體啊 那西方媒體總是說 中共多麼專制獨裁啊 那可是很多大陸人 都沒有覺得中共很糟糕啊 對啊 那出國也照樣回國呀 那按照這個邏輯 繼續往下走的話 那台灣人是不是也要去支持共產黨 你不覺得這個邏輯本身 就是一個有很大的漏洞的邏輯嗎 沒有啊 就是我支持我自己國家的政黨 那你支持你們國家的政黨 那他們支持他們國家的政黨 那他們支持他們國家的政黨 關你屁事啊 對啊 邏輯倒極好不好 那我可以說嘛 那接下來我就要那個 你不要跟他講邏輯啦 你直接開大啦 好不好意思 來你繼續 好 你要有個醞釀才罵人啊 你不能一上來就罵 問候人家老牧嘛 你要先有個 我也是講邏輯跟法力 你不要這樣子 好好好 好 來那個 那就祝你們獨立成功嘛 那趕緊獨立嘛 祝你們趕緊獨立嘛 沒有啊 信狀就是 沒有啊 信狀就是一個獨立國家 我覺得必須被承認啦 是是是 說實話 說實話 你都這樣想 說實話 柳傑克呀 你有沒有發現 我基本罵 國民黨會罵得很兇啊 很兇啊 但是我基本上 我到現在為止 我還沒有罵過民進黨 你有沒有發現 相對卡卡的話 我也是基本上非常 怎麼講的 就是非常糊弄的 就是說啊 是是是隨便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的問題 對啊怎麼會這樣 所以說呀 我是這樣想的呀 我是這樣想的呀 那個 你想 我說他全家死光 他全家就會死光嗎 你有沒有這樣想過 我說他全家死光 他全家就會死光嗎 我是不是要去殺他全家 他全家才會死光 好好好 你是不是要這樣想 所以說你有沒有發現 去跟他這種 一直去對罵對講 沒有任何意義的 比如說你 我們反過來說嘛 你看我說 我殺他全家 他就不會去死 他全家不會死 不要講那麼狠的話 我說他全家死了 他全家不會死嘛 我得去殺他全家 他全家才會死嘛 OK 同樣的道理 說台獨 台獨 那台灣島就是他的嘛 你想想 如果說 如果說 他宣布台獨 那台灣島的土地 就是他的話 那麼按照這個邏輯 繼續往下走的話 那我去您 我去您家 我去您的家做客 然後突然間站起來說 我獨立了 那您劉傑克 是不是要收拾收拾東西 給我騰地方 是不是這個邏輯嘛 你 帝是你的嗎 帝是你的嗎 帝不是你的呀 帝是全 台灣島是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的呀 你說 你說獨立 你說獨立 然後呢 帝就是你的了 那你按你這樣講 那我到處去別人家獨立去了 是不是這個邏輯嘛 所以說你會發現 我覺得我是 您願意 您想要讓我跟他對話 那我這邊就繼續跟他對話好了 但實際上在我在我的這個概念裡 或者說我的價值觀裡面 我覺得我是跟那些 那些就怎麼講 就是那些民進黨也好啊 或者是那種台獨派啊 我個人是跟他們沒辦法講話的 完全沒辦法講話 就是在我眼裡 我只有採取行動殺他全家 跟等待機會殺他全家 這兩種選項嘛 你說你讓我說他全家死了 那我覺得那到最後他他跟我說 我全家沒有死啊 你什麼時候過來殺我全家 那你覺得我要怎麼 一直跟這種人沒什麼好講的 直接開幹就是了 所以說就真的就是 怎麼講呢 我盡量克制不要罵人嘛 就只能這樣 所以說啊 所以說剛剛那個羅尼嘛 他說那個 他擔憂啊 擔憂那個 台灣的核電站的一個問題啊 是不是 他擔憂台灣核電站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啊 這個 我巴不就美國去炸台灣省的核電站 你想想台灣之所以現在經濟那麼好 人均GDP那麼高 是不是就是因為 台積電的問題 是不是就是因為台積電 那麼全世界美國買台灣 美國給台積電下訂單 中國也給台積電下訂單 全世界都給台積電下訂單 是不是台灣省之所以 台灣人之所以能混的那麼好 就是因為台積電的問題 但是你想想如果一旦統一之後 就您今天的題目 美國人是絕對不會允許 台積電繼續存在的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一旦發生統一 或者一旦發生武統之後 台灣人的經濟 台灣人的生活水平 就會有巨大的一個下降 是不是這樣 那所以說的話 那為什麼我巴不得 美國去炸 在炸台積電的時候 也順便把核電站也一起炸掉 你想你想啊 如果台灣的核電站出問題 那是不是有很 那是不是就變相的實現了 流島不流人 是不是嗎 那台灣人沒辦法 在台灣島上繼續生活的呀 那就算台灣人能夠 在台灣島上生活 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台灣人能活下去 是不是這樣 這樣就完全不需要擔心 擔心那個什麼台灣人 因為被美國制裁嘛 然後台積電完蛋嘛 然後導致生活水平下降 然後整天在大街上鬧事嘛 是 這樣就完美的避免這個問題了 是 是不是這個問題嘛 哦就是說 這樣就直接實現了 那個流島不流人了 哦 對的嘛 所以說啊 你想想 你想 而且你如果大陸直接去炸台灣 直接會炸台灣平民的話 直接去炸 直接去殺台灣人 或者是用大規模武器 直接殺台灣人 這樣 美國肯定到時候肯定會有 不只美國啊 肯定全世界一堆國家來 來調查嘛 來說理 但是如果美國炸 炸台灣核電站 那到美國肯定會說是解放軍幹的嘛 但是我們這邊也會有相相應的證據 來說是美國幹的嘛 這樣就有的吵了呀 對吧 這樣實現了流島不流人的前提下 兩邊還有的吵得有來有回 這不是 這不是一箭雙腰 好 所以說嘛 所以說你會發現 所以說為什麼我說美國 我看那個評論好像有人說 想聽我罵台灣人 想罵台灣人 其實我是這樣想的呀 不是啊 他要你罵卡卡 不是 我其實我不會針對他 就是那個 這個是羅 我幫你念一下那個 羅尼兄他說的 他說你不上來 你不罵人你上來幹嘛 我要聽的就是你罵人 這是羅尼的 其實我罵台灣人罵的多了 不差他這一個了 反正為什麼我是覺得就是說 一定要把台灣人都消滅啊 你想想 如果美國去制裁台積電 如果統一之後 美國去制裁台積電 你就看台灣人那種 那種 無恥下作 令人作偶的那種不要逼臉 沒有骨氣 鬧腫的那種狀態 你覺得台灣人他會 他會去罵美國人 說你美國人憑什麼 制裁我台積電嗎 他不會嘛 他絕對會來說 是我們的問題嗎 是我們中國 我們大陸人 武統了台灣 或者說是和平統一了台灣 然後美國這邊制裁 制裁我們 所以不傷到了他的台積電嗎 台灣人肯定會這麼認為的呀 所以說就為什麼說一定要把台灣人殺光 因為台灣人他根本就不是人 他沒有這種禮義廉恥 他一點逼人都不要 他整天 他整天 他們媒體講的都是些什麼東西 他們媒體整天講的是什麼東西 這自己自己自己 國內買不到雞蛋 就說什麼 就是我們缺糧 自己缺電 就是我們大陸全都缺電 我經常不只一次一邊吹著空調 一邊吃著那個我樓下那個麥當勞 一邊看台灣媒體說什麼 大陸缺糧缺電 他們不覺得羞恥啊 你知道吧 台灣人居然不覺得羞恥啊 你要是我呀 我看到我們的媒體啊 這麼去污衊造謠啊 這麼沙謊誠信啊 我根本就沒有臉啊 我根本就沒有臉在這邊講話 你知道嗎 你是看你們工業機還會結電是不是啊 他們工業機會限電你知道嗎 而且這麼糟糕啊 你別氣我那個狗一樣 真的 你叫我把我講回來 你講完之後你愛怎麼叫怎麼叫 你們真的是有限電啊 你們工業機還會限電你知道嗎 現在就還愛限電 好 等一下 卡卡你先停 你先停 好了好了好了 好 氣氛太高 好氣氛太高 稍微降一下 好 稍微降一下 好那個那個 來那個暴怒哥來 你你你再罵兩句 換換卡卡 好 我都說嘛你看 台灣的媒體整天污衊造謠 台灣人居然還能理直氣壯的在這邊講話 說明什麼 說明台灣人是一點 好好好好 一點一點都 一點都什麼 一點都你被斷掉了是不是 欸 嗯 暴怒哥 暴怒哥 他真的被你斷掉了 他已經被你切斷了 欸我沒有切斷他 他自己斷掉的 他說台灣人一點都怎麼樣 欸 所以為什麼說一定要殺到台灣人 欸又出來了 又出來了 我們殺的根本就不是人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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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好 謝謝謝謝 來卡卡換你 嗯 欸他這個就是從這邊可以看出來啊 這樣子的 小粉紅跟納粹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這是為什麼 欸就是說 我不是小粉紅啊 我不是小粉紅 我不是小粉紅 也都沒有影響力你知道嗎 幸好幸好 知道嗎 呵呵呵 對啊 所以說 所以說我 我只是一個什麼商品主義的支持者 我不是小粉紅 我就當路上看到瘋子這樣子而已 你要繼續罵 我也無所謂 你愛罵 我就愛聽 我就看你們 我知道你不要臉 當然罵不動 我當然知道 肯定罵得不動 台灣人都不要臉 我罵得罵不動的 你看 經被你們講了多少難聽的話了 對不對 我還不是笑言語 是是是 您不要臉 那當然都是這樣的 台灣人都是這樣 對啊 你不要臉 那為什麼 你今天怎麼罵的人罵不動你 所以是 你打嘛 你打才扶嘛 你沒有用的 你言論講話沒有用的 沒有別人嘛 對不對 好好 不夠人就用罵人嘛 這我也會啊 我跟你講什麼 都會說不夠人罵別人 8加9啦 沒有 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受過就罵別人 對不對 其實 那這樣 台灣人罵不動嘛 這個我知道 你不用講我也知道 你知道你罵人 台灣人不要臉 我第一次知道的嗎 你不要臉 我第一次知道的嗎 好 你加個 你前面加個那個 你前面 你加那個字 我很容易黃標 不要加那個字 是是是 不要臉 不要臉就好了 對 AB的B 那個字很危險 不管了再會嗎 你看到最後 還是要屈服於權威 對不對 對 為什麼我要屈服於柳傑克 他屈服於權威 權威不是屈服於我啦 靠北 對啊 柳傑克屈服於MIT 然後我屈服於柳傑克 那不然你又屈就 不是啦 他所謂的權威不是我啦 不是 你冷定 他說的權威不是我啦 靠北 像這樣 就是我們講 像納粹一樣的中國人 其實跟你講 就是很多那種 就是海外自媒體說的 知納人 知道嗎 好啦你不要講這個 這個很危險啦 靠北 你不要講這個 這個很危險啦 這個 我想知納人的目的 就是說他們是壞的中國人 中國人有好的嘛 對不對 像剛剛看到那個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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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什麼納粹知納 你少講啦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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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你不能說大陸 但壞的中國人都在台灣 所以要把台灣人殺光之後 喔 中國人就沒有壞人了 完了 那你怎麼說什麼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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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 游健哥你看 你看明白嗎 沒幫你救流的 基本就是到最後就罵起來 最後罵起來 雙方都沒辦法把對方怎麼樣 那我還是繼續講 那有什麼用 是是是 我很期待兩位面 我很期待兩位面對面 然後 吃吃飯 喔 兩位如果 在一個 一起出席一個圓桌 一起吃飯 然後 坐對面不知道會怎麼樣 喔 那應該還挺精彩的 那 肯定到時候不會打起來的 這 這 那我最後再講一點 好 最後最後ending了好不好 好 人家就說最沒有營養的一集 好不好 這一集太沒營養了 我也承認 我承認這個沒營養 好 那你繼續 那是因為他上來呀 對不對 好 就不好意思 這一集非常沒營養 來 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 有沒有可能是我跟你對話 所以沒有營養 你也知道吧 好啦好啦 對沒關係 我們都知道 沒關係無所謂 無所謂 很多時候我們吃的東西 也不見得都是有營養 還是不是照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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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我這邊那個講一下 最後講一下 那我就測量 是 是 我這邊發一張圖 我這邊發一張圖 不要黃標 什麼圖 什麼圖 不會黃標 這個是在那個YT的一個截圖 YT的一個截圖 這個全民動員法我講過了 怎樣 你之前講過了 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 問題的嚴重性 後來我是看那個 看那個那個誰啊 郭正亮 郭正亮也是一個台獨分子 只不過他現在是比較隱藏的比較深 不過這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分析了一下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個台灣台灣之後台灣政府嘛 對那個台灣省當局啊 如果對媒體實施這樣的管制的話 那是不是就跟大陸完全一樣了 是不是嘛 因為大陸很多很多那個什麼 很多那個比如說是網站啊 社交媒體啊網站啊 他之所以會管你啊 是為什麼是因為他害怕嘛 害怕那個被那個被行政單位找麻煩嘛 被大陸這邊的行政單位找麻煩嘛 那如果那台台如果台灣的這些媒體 台灣的這些這個呃 這些頻道主嘛也被也也害怕 被那個行政單位找麻煩的話 那是不是就跟大陸完全一樣啊 所以說啊所以說啊 我不罵民進黨的一個原因呢 我主要是罵台灣人嘛 我不罵民進黨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原因嘛 就是什麼 我們可能誤會民進黨的呀 有沒有這種可能 我們可能誤會民進黨的呀 民進黨現在在什麼 他在一邊在推進武統嘛 一邊在幹嘛 一邊在提前讓台灣人熟悉 中國大陸的這個輿論環境啊 有沒有這種可能啊 我覺得這種可能是非常大的呀 所以我們可能都誤會民進黨的呀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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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說我就是要講這些啊 嗯好 好謝謝你啊 這個海的那邊啊 來來來卡卡 我先讓你下來 不然他的ending不完 好來 來卡卡 你ending 你ending 就ending了 好 就是說那個 他說 中國人都以為台灣就是 屬於 但是事實上就是說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我覺得這個回圈好無聊了 就是就已經在 就已經在合約裡面就已經拒絕掉 但是你們一直不願意接受這個 現實啊 這時候就變成討論無法進行下去嘛 就是講什麼都沒有 好好好 再來我認為 滋納並不是對中國人的侮辱 知道嗎 怎麼說 我這樣跟你說好了 黑人 是不是不能夠接受 其他人說他 幹你這樣我會黃標啦 沒有 好尼哥這樣可以嗎 尼哥還OK 你講英文我黃標啦 然後呢 尼哥這樣子 但是跟你講喔 那個黑人朋友之間對不對 然後 誤稱尼哥 這樣子然後不會怎樣耶 你知道嗎 大家這樣黃發蛋然後就走了 對不對 好啦我知道 對對對對對 這說明是什麼對不對 黑人可以贏一個黑人啊 對不對 啊如果說你覺得 你覺得對不對 你覺得我是 中國人嗎 那我 那我支那你當然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啊如果說我支那你你生氣的話 那代表什麼 你不覺得我是中國人啊 那我幹嘛當中國人 我跟你講 就是我說過很 就是我說過很很多次啊對不對 就是說 就是 是中國人不讓我們當中國人 對不對 你看 罵個尼斯納就生氣 好 好卡卡這個也我要回應你啊 你說的那個尼哥 黑人黑人之間 尼哥跟白人稱黑人的尼哥 那個完全不一樣啊 好 但是這個是屬於他們美國的當地的文化 而且黑人他講很多英文本來就比較 就是 Black English 就反正 黑 黑人的英文本來就有很多黑英文就是他們自己的用語啊 但是你講到支那這個字啊 因為他有牽扯到就是 近代 中國人 最傷痛的一段歷史 就是日本 黑人當時一定不傷痛嗎 沒有 他 那他們的文化嘛 你不能拿那個去去類比這個中國人這一段嘛 好不好 那我跟你講 就因為你講支那這個詞他牽扯到 近代中國人最傷痛的這一段啊 所以 至少在 中華文化圈 並沒有把這個支那這個字 中性化 的 場合 或者是任何情境下 並沒有把這個字中性化 所以這個字基本上 對中國人來講 他還是會牽扯到 當時的那一段歷史 所以他是個負面的詞 但是 我也覺得他是負面詞啊 好 所以說你不能去類比的 所以說我把他指色為 壞的中國人啊 像剛剛那位對不對 你看 洞洞就要煞光台灣人 他的 言論跟納粹沒什麼差別 當然這樣的人就是指南 他是壞中國人啊 他不是好中國人啊 對不對 他不能溝通嘛 對不對 所以你是針對他個人了 是吧 哦 對對對 好好好 ok 你生氣 基本上你就是不把我當兄弟嗎 如果不生氣的話 基本上 對不對 我們還可以彈 好好好 謝謝你卡卡 啊 謝謝 謝謝 好 不不不不 好 來 我來謝謝這個 YT的donate 謝謝 謝謝 蘇 金正 柳傑克就想看馬錦濤附身的哥們上來罵人 結果沒罵 然後就說沒有 他罵了 他罵很兇 罵到我都快紅標了 來 其胸大勝 等候區是不是聽不到直播只能從YouTube聽 等候區不能聽到直播嗎 好像是哦 好 來這個是 超 對自己所制的領土無所謂的台獨就是無恥 啊 好 來 我來接下一位